如果常年混迹于南平这边的人的话 可能对这家啤啤鸡都不会很陌生 虽然店很小 一直以来店面都没有扩张 一直都是很小的店面 但是生意却很好 然后我现在来得比较早 店里面还没有人 还没有开始营业 我现在在等他们把那个材料摆好了之后 我进去吃 马上这个勃勃鸡 其实你来点菜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挑着一层厚厚的芝麻 芝麻油 就如孙说 它这个香味的蓝点 我觉得不仅仅可能是芝麻 包括它这个里面的其他配料 像我们这个辣椒啊 核花酱油加上芝麻 这些香味综合起来 所以这个香气非常诱人 隔老远可能就能闻到这个香味 然后这边的菜呢 我每次来吃弊点的话 可能就是像韭菜呀 橘豆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种凉的这种 麻辣味的菜的话 像这种脆脆的 吃起来才有味道 才有感觉 我后真的是一口下去 非常浓郁的芝麻的香味 然后在我们的唇齿之间开始蔓延开来 所有的菜品都非常新鲜 还有一个凤爪 它这个凤爪是去了骨头的 只有这个 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 然后呢 它这个东西是真的是 你可以看着都色泽 各方面色泽 包括口感 都是最新鲜的状态 像这种街头小吃的话 我觉得最决定它口味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食材一定要新鲜 加上这个调味一定要适中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他们家的这个新鲜的食材 裹上这个鲜香麻辣的汤汁 真的是一口下去 不要太爽 然后我这边吃的差不多了 就这边的老板 这个差不多了 因为刚刚我点的时候 你还说你说多了不卖 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 不说的都限量的 啊限量 然后你就是按人头来 大概配多少菜 多了一包就给他吃一盐 不过来好多人 我只能买两串 哦 所以真的是个傲娇的老板 我专门的老板 我说你们这个配料是 是有什么续维吧 它是秘制的 这个不能外传的 说了你也不懂 反正这家店就是强烈推荐 强烈爱立 又便宜又好吃 虽然地方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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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便宜 然后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